八十八槍 道義元被搞到 車子裡面請上車 光電的閉焉 一路到底怎麼回事 台南市怎麼閉焉呢 怎麼說黑金 什麼叫黑金 其實就是不法的理由叫做黑金 所以檢調是半金的 半價 你認為是半真的半假 我現在對檢調還沒有信心 如果這間要說 我們中央要有一個執任 就是我們的2025年的 非核家園政策是有問題的 因為它叫世界不同調 但是世界是2050年的零碳牌 這是世界政策 但是我們先走2025非核家園 來 今天我們替代能源二十幾加多 所以用太陽光電等綠電來取代 那取代呢 這個法律國的疫情 台南市已經出手了 所以出手的情形呢 算了什麼人要付最大的證明 就是我們的檢調單位 叫我們的台南市市長防衛者 兩個人要負最大責任 那這間呢 怎麼知道嗎 他第一案在設計六十一核塞 生態最敏感的地方 第一案 那這案的時候 路要去研發 我們的露底膏 露底膏也六十一核塞的案 他是第一項 那這個第一項 發生我們的檢察署的檢察長 我們的台南地檢署的檢察長 我們學家分局的分局長 王子宏指揮逮捕我們五個科農 逮捕五個科農 地檢署問要用四萬九倍 又用環奇數來敢處理 這個呢 在我做三十年 我路數主席三十年以上 我覺得是我們的檢察署 侵害我們的移民的生存權 結果下去之後 疫情展開 不然我已經申請集會遊行 要去台南地檢署 抗議我們台南地檢署 這間為什麼 因為這間 你要刷牌就開發了 所以台南刷牌 正買幾千公斤的店 那我去查出之後 發現 哇 他們都去銀杏拔錢了 所以 路上這間二十公斤 那他們的建置成本費用是二十億 結果銀行貸款十六億 我去看一看的時候 剛好工廠做完 剛好銀行買單 買單後的時尚 又有錢本 所以呢 這個錢叫做 超貸貸貸來的錢 就是非法的錢 頭前呢 有如沙的三億多 加上不法的二十一億 那是進政那位 已經十年進入世來 所以呢 都是任何家那信復費 都是過攢勤 那過攢勤是什麼 是藍貸貸賬 市長都雙戶的債務長呢 是小英總統選舉 台南市的 共產總部的債務長 也都是民進黨的 estuv expertise 了 那這人 它的管理是剛下來的 為什麼 所以它有這種管理 請支持TV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